嗨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不知道你們多久沒有回到菲律賓了 自從2020年疫情爆發 我回到台灣之後 就再也沒有去過菲律賓 所以大概也有兩年多沒有去菲律賓 也蠻懷念那邊的人事物還有一些朋友 所以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也待在家防疫 然後在Netflix上面找到一部菲律賓的愛情電影 就愛你的謊 Love the way you like 就是Rihanna的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Just gonna stand there 這是一部在菲律賓2020年上映的電影 劇情主要是講主角他是一位住在中國城的靈媒 才可以幫人家算命 然後男主角的前妻在一場車禍意外中過世 結果女主角發現他可以聽得到男主角前妻的聲音 他也很欣賞這個男主角 因此展開熱烈的追求 因為故事還蠻有趣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在Netflix找來看 那想要看這部電影的朋友也不用擔心我們今天影片會爆雷 我們今天的內容主要會針對這兩位男女主角 還有一些經典的馬尼拉景點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在疫情之間沒有辦法去菲律賓可以稍微回味一下 好就跟著我們一起走進菲律賓 這部電影飾演女演員的Stacy 她的本名叫做Alex Gonzaga 她是菲律賓著名的喜劇演員並且身兼主持人 歌手的身份 而且她還是手搖飲料店Happy Cup的創辦人 他們家也有賣台灣這幾年相當流行的黑糖珍奶 在菲律賓的朋友有機會真的可以去Happy Cup試試看喔 值得一提的是Alex Gonzaga 他的同名YouTube頻道 居然有1220萬訂閱 是菲律賓最多訂閱的頻道之一 順帶一提台灣天王周董周杰倫他的YouTube頻道是235萬訂閱 而我們非有他人的頻道是1200萬訂閱 看到影片的現在拜託大家幫我們按讚比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1200萬 我想1200萬 就算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啦 Alex Gonzaga在ABS CBN的情境喜劇Let's Go 開始了他的演藝生涯 在那裡他扮演了Alex的角色 這也成為了他的綽號 2008年轉入TV5 成為脫口秀Juicy的主要角色 並且獲得了 The Van Hampus Looper的主角 也同期出演網路上 BFGF PS I Love You 還有Enchant Garden的角色 2013年 Gonzaga退出TV5 並重回到ABS CBN 擔任菲律賓真人秀電視劇的客座主持 並也在菲律賓真人秀歌唱比賽的 The Voice擔任社交媒體記者 後期更出過歌曲 出演戲劇連續劇並持續累積作品 2020年又再度從ABS CBN轉至TV5 持續他的主持 戲劇生涯 並傳出與Lipa State 議員 Morada 傳出結婚情緒 近年來他也出演了電影的Exorcist Love The Way You Lie 等作品 累積相當高的知名度 也期許Alex Gonzaga 帶來更多的作品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飾演Namton的男主角 本名叫做Sham Lim 他除了是一名男演員 他還身兼了主持人、model、歌手 影音創作者、電影製作人 還是一名籃球運動員 1989年出生於California的Sham Lim 是一位擁有華裔協同的菲律賓人 出生後6個月與家人搬回馬尼拉 後期因為父母分居 跟隨母親再次回到California 母親除了是一位模特兒 還是一位鋼琴老師 所以Sham Lim 從小到大學習錄了非常多的樂器 高中甚至參加交響樂隊 後期移居菲律賓 並且以籃球運動員的身份 進入了東方大學 University of East Sham Lim 他出名的作品有 My Pinando Girl Baki Hindi Car Crush Not Crush More 新娘出租等作品 從2012年以來 Sham Lim主持了許多大型電視轉播活動 尤其是每年的Binin Binin Pilipinas 菲律賓小姐 以及2017年的越南國際小姐大賽 2013年他的電影 Baki Hindi Car Crush Not Crush More 與他的螢幕搭檔Kin Chu 在電影放映的第1天 就獲得了1050萬批所的票房 也在3週內就超過了 2013年1億批所票房大關 算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而2014年他與Kin Chu合作的 第二部電影出租新娘 在第1天就獲得驚人的 2120萬批所 並且在短短4天內 突破了1億菲律賓批所大關 這部電影最終在影院上一期 的總票房為 3億2000多萬批所 這對一幕情侶也成為 片商菲律賓電影的票房保證 Sham Lim和Kin Chu 在真實生活也成為情侶 從戲裡甜蜜到真實生活 真的讓人相當羨慕 就像玄冰孫義貞 邱澤徐維妮一樣 祝福他們有一段美好的姻緣 能夠娶到這麼漂亮的女神 真的是讓人顯靈嫉妒恨 順帶一提 這部電影的女配角 Sara 就是在2016年國際小姐 宅家後患的 Kylie Verzoza 目前她也以演員模特兒的身份 活躍在螢光幕之前 之前也有經營自己的 IG YouTube 頻道 我們會把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訂閱完菲律賈人 也可以追蹤訂閱他們喔 接下來我們會以劇情 時節走的方式 依序介紹在電影中出現的 馬尼拉經典街頭場景 事不宜遲 我們走進菲律賓 Let's go 影片一開始女友就在一個教堂外面 擺著一個酸民的攤位 和她的親戚在旁邊販售一些 有中國風的飾品 而這個教堂就是在 Giappo區的 拿薩勒人黑耶穌的聖殿外面 拿薩勒人黑耶穌聖殿 又名Giappo教堂 是一座羅馬天主教教堂 有巴勒克的風格 在菲律賓馬尼拉的Giappo區 裡面有一個黑色的 拿薩勒人耶穌雕像的著名 而這個雕像的由來又是什麼呢? 黑拿薩勒人是由墓西哥工匠 製造的木製耶穌雕像 據說1606年的時候 當時西班牙要來菲律賓 一群西班牙神父將他由墓西哥的 阿卡普爾科帶到菲律賓 在船上發生火災 耶穌雕像被熏黑 因此神父就請工匠將他全部漆成黑色 據說這場火災燒毀了全船的貨物 而唯獨這座耶穌雕像得以幸存 這座雕像在1787年 移到馬尼拉Giappo的這座教堂 而每年菲律賓也會舉辦黑耶穌的遊行 遊行的氛圍相當熱鬧 大批民眾會前往瘋狂朝聖 遊行的氛圍相當濃厚 就好像我們大甲媽祖 繞進時候那種感覺一樣 2.Binando 這也是這部電影女主角居住的地方 Binando是在菲律賓馬尼拉的一個區域 這裡主要居住著菲律賓的華人 從1594年就由華人移民到菲律賓 在這裡開始經商貿易 逐漸成為華人的聚落 據說菲律賓的Binando 是全世界最早的唐人街 這裡可以說是菲律賓華人髮跡的起點 順帶一提 劇中男女主角第一次見面 就是在王賓街的橋上 而王賓街這裡有許多中式牌坊 超市 餐廳 也有許多華人學校華人社團 去過馬尼拉的朋友 一定對Binando不陌生 是否也有在Binando 吃過不錯的中國料理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3.勞頓廣場 勞頓廣場是當劇中男主角得知 這個女主角能夠聽到她前妻的聲音 引起他們想要見面討論相約的地方 勞頓廣場現在的名字叫做 雷萬三Bonifacio 波尼法西奧廣場 是馬尼拉爾米塔區中央郵局前的一個 城市廣場和交通樞紐 它位於瓊斯橋、麥克阿瑟橋和 回崇橋的南端 連接 Binando Santa Cruz 和Giapo 還有爾米塔的中心區 廣場橫跨爾米塔和 Intramoros之間的分界線 連接著 迪薩公園 Tuff Avenue 還有 Wilhouse Boulevard 該廣場是以革命領袖 Andreis Bonifacio的名字命名 它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期間 帶起了喀利普難獨立運動 一座紀念它的紀念碑 現在出立在廣場的中央 該廣場是幾個左翼團體組織 抗議和示威遊行的熱門場所 這邊不需要菲律賓政府的允許 就可以在這裡集會、遊行 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第四 瓊斯橋 也是男女主角相遇的地方 William A瓊斯紀念橋 俗稱瓊斯橋 是一座拱形的橋樑 橫跨菲律賓馬尼拉市的 Pasic River 他以美國立法者 William Atkinson Jones的名字命名 最初是由菲律賓建築師 Wan M. Arilano 使用法國新古典主義建築設計 三個拱門位於兩個橋墩之上 裝設人造石頭和 混凝土的裝飾品 王城區 行刑要塞 這個是在電影裡面 男主角和前任求婚的地方 而Nathan也帶著Stacey 來到這邊 尋找他和前任共同創造的回憶 而這個王城區 是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立的 16世紀 西班牙人殖民菲律賓的時候 在這裡建立了Intramoros 而Intramoros在拉丁文的本意就是在 城內 城牆以內 所以設計成一個新型堡壘要塞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 王城區就代表 馬尼拉城的意思 西班牙人來到馬尼拉在王城區 建立了一個新型要塞的堡壘 並建造石牆包圍整個王城區 用來抵禦土著還有海盜的侵擾 王城區裡面也新建道路 堡壘教堂、學校 算是新白羊殖民相當重要的古蹟 王城區裡面鋪著石板的道路 配合打打的馬蹄生 相當有歐式建築的風情 每年吸引弱意不絕的旅客前往朝聖 Rizal Park Rizal Park是用來紀念 菲律賓的國父 Jose Rizal 當時西班牙殖民菲律賓300多年 科政猛與虎 而Jose Rizal 是發起推翻西班牙殖民的英偉民族英雄 他本身是一位眼科醫生 並且精通22種國際語言 從年輕時候就開始從事 西班牙統治下的改革工作 並且在1882年到1892年旅居歐洲 出版了許多批評西班牙統治弊端的小說 成為宣傳運動的領袖 發表了針對改革的文章 雙雜誌和詩歌 雖然Jose Rizal最後沒有成功帶領菲律賓脫離西班牙的統治 但也成功了喚起菲律賓的民族主義 三年後的美西戰爭美國大勝 西班牙將菲律賓割讓給美國 這個公園就是紀念Jose Rizal在1896年 爭取菲律賓脫離西班牙統治 慷慨就義的事件 Jose Rizal被處決之後就站在Rizal Park 這個公園位於菲律賓馬來亞爾米塔的一個地方 它是亞洲最大的城市公園之一 占體58公頃 裡面有時鐘花藝造景 噴泉 還有一個重要的黎薩紀念碑 這個紀念碑在很多的廣告、電影、明星片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對於去過菲律賓的人來說應該不陌生 以上就是我們看完這部電影 Love the way you like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 男女主角還有馬來亞景點的介紹 Wiki真心覺得是一部不錯的愛情喜劇 尤其是男女主角 顏值真的加分不少 劇情表現得也不錯 而且裡面就是有講到女主角是華人的身份 她跟家人相處的時候會講一些福建話 那時候聽到真的覺得相當親切 推薦給大家 真的有興趣的話可以在Netflix或其他廣告找來看 大家看完今天的經典介紹 是不是也跟Ricky一樣開始懷念起菲律賓 我們很期許疫情能夠趕快結束 我們能夠早日再回到菲律賓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拜託大家幫我們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心得或是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Rick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Dear friends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m Rick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I'm Ricky I'm Rick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